《复仇者演员》让节目挑战化自己!钢铁人画技经验现场!下秒却立刻破功! 大家去看最近热映的《复仇者联盟》、《无限之战》、《Avengers》、《Infinity World》聊吗?如果你还没去看也没关系,因为本片并不会爆雷。 由于《复仇者3》有多位明星参演,所以宣传活动上也格外热闹,这次各位《复仇者》就很难得展现他们的画迹啦。 配合《复仇者3》上映,演员们也前跑宣传,在几米金模直播秀《Jimmy K. Olive》上,主持人就请他们画一下自己出演的角色,看看他们对角色认识有多深。 看到演员们全都认真低头画画,实在很有趣啊!接下来就看看他们画得如何吧! 克里斯·汉斯沃画的索尔其实挺传神的,有锤子,有闪电,大家应该都想得到是谁吧! 查德威克的黑豹一样博得了满堂彩,黑豹身上的服装画得真不错。 凯伦吉兰的涅布拉还有注色,完成度好高啊! 塞巴斯听得发起很有漫画感觉,看来本身就蛮会画画了。 饰演大反派萨诺斯的乔许布洛林表示,因为大家都说萨诺斯脸上像长了两颗蛋蛋,他就真的把蛋蛋画上去了,笑翻 温斯顿饰演恩巴库,画起来挺有气势的 伊丽莎白欧森的《飞红女巫》,大家有看出他想传达的红色头发吗? 饰演战争机器的唐奇朵只写了名字,虽然知道战争机器很难画,但也不能这样犯规了 班奈迪克的起义博士完成度很高,我们已经看出他背后的披风了 男神汤姆简单几笔就勾勒出了洛基的特色,真是不简单 达纳也把瓦干达女将军奥可耶的特征抓得很好,剑毛识人啊 戴弗巴蒂斯塔是眼睛技艺工队里的德克斯,靠住红色四青有高识别度 马克鲁法洛绿通通的好客,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啦 身旁史迦雷画的却不是黑寡妇,而是马克鲁法洛的侧脸 他笑说因为马克是他的灵魂动物,然后这两个人就玩起来了,感情真的很好耶 笑 接下来是保罗贝特尼的幻视,神情意外的很有view 眼唐狼女的庞克莱门杰夫说因为夏天到了,所以他帮忙设计了一套泳装,还加上了美人鱼尾巴 汤姆荷兰则设计了自己的蜘蛛人装束,看起来还蛮有绘画底子的嘛 一旁的柔衣沙达纳则画出了这只,嗯,青蛙 他说这其实是格摩拉,但旁人的反应道尽了一切 笑 最后则是小劳博道尼的钢铁人,当他翻过来时,大家都吓了一跳,原来小劳博道尼是画画天才嘛 其实那是人家帮他画的,下一页的火柴人才是他的作品啦 索尔,黑豹,涅布拉,巴奇,萨诺斯组 奇艺博士,战争机器,飞红女巫,恩巴库组 黑寡妇,浩克,德克斯,奥克耶,洛基组,钢铁人,格摩拉,蜘蛛人,螳狼女,幻视组 每个人的作品都很有个人特色,演员们实在太会玩了,大家上节目的表现都好可爱的